在股市大震盪的时候 有个千万富翁他损失惨重 一生累积的财富在一夜之间 就只剩下了百分之一 第二天的时候 人们就在报纸上读到他跳楼的消息 那个富翁的灵魂就飘啊飘啊飘啊 就来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那这时候他就发现上帝就在前面 他就说上帝啊你太残忍了 富翁就很生气的说 我大半生的奋斗都得到了你的帮助 为什么在最后的一刻你却让我破产呢 那上帝就很慈祥的看着富翁说 孩子啊你的成功不是因为我的帮忙 而你跳楼呢更非我逼迫啊 事实上我认为你根本就不应该跳楼 然后富翁就说 我一夜之间从千万富翁沦为破产的人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以后的生命完全是多余的啊 上帝就告诉他说 你大半生自强不喜 从一个穷悍变成了千万富翁 令世人钦佩 到了破产的那一天呢 你仍然拥有了原先百分之一的财产 还是一个十万富翁啊 那你看看那些乞丐吧 他们连一百块钱都没有 不是一样照样的活着吗 那富翁就说 我和乞丐能够相提并论吗 我和他们的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境界啊 上帝就说啦 是的 你们的境界完全不同 也导致你们拥有完全不同的欲望 你并不是死于没有钱啊 你是死于那些多余的欲望 你总是觉得自己活得很辛苦 压力大收入少 看人的脸色 各种的不自在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种动物活得比你还轻松 你看一看 世界上其他的生物吧 例如 白甲黑燕的巢 足在400英尺的悬崖上面 出生仅仅几个小时之后 他们就要下去地面觅食 燕爸爸和燕妈妈可以飞 没有问题 但是燕宝宝呢 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学会飞翔 但是呢 他不跳就会饿死 求生的本能 让他只好纵身一跃而下 幻想自己有强大的翅膀 很多在下坠的过程中 甚至会碰到癌边的石头 最后呢 有些燕宝宝幸运的就存活了下来 而有些呢 就这样不幸死去了 就在他们出生后 仅仅几个小时而已 大自然呢 让你舒服的存在才合理吗 这就是大自然 他不会在乎你是否过的痛苦 他有自己的规则 你可以做的呢 就是让自己历经千疮百孔 却屹立不倒 那富翁感到很羞愧 那他就说 那么你愿意带我回到天堂吗 然后上帝告诉他说 我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的 每一分钟生命都不是多余的 而后天赋予你们欲望的是魔鬼 上帝就接着说 为生命而奋斗 是我对人的要求 为欲望而奋斗 是魔鬼的驱使 因为你的生命终结于欲望 所以呢 我无法带你上天堂 哇 那个富翁就哭了 那上帝很联系的 看着面前的那朵花 说 天堂里没有欲望 只有如花的生命 一个人活着才有希望 人呢 为了实现梦想就得吃苦受罪 这世界上没有谁是轻松的 生命之后拼搏才会精彩 也许一个人要走很长的路 历经过生命中 无数突如其来的繁华和苍凉 才会变得更成熟 但是不管是苦或是甜 那都是人生的经历 是你一生只有一次的体会 珍惜这个课题吧 嗨你好 我是刘奶爸 这是一篇在网路上流传非常多的文章 而且它被转载的比率非常非常的高 网路上有很多这一类的文章 那有很多人利用这类的文章呢 来充斥他的粉丝数量 充斥他的粉丝数量 他的粉丝数会因为这样子的文章 激励性的文章呢 让非常多的人加入他的好友 每次看到这类激励性的文章呢 都会让我更加的想要充斥自己的生活 然后用功努力的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也是不是也一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